我们在上节课呢 在最后的时候呢 带着大家把咱们这个要发送短信的这样的工具 这样的一个辅助类已经实验完了 实验完成之后 那我们回过头来咱们继续往下去走 我们已经把图片验证码的这个接口写完了 接下来再写的接口呢 就是关于获取短信验证码这个接口了 那获取短信验证码这个接口的话 咱们再来去实现的时候呢 咱们首先先把视图跟对应的路由给出来 那它仍然是属于验证码 那我们还把它放到这个verify code当中 咱们在这里面来进行相对应的定义 好那咱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我现在去定义一下 比如说现在是什么东西呢 是前端一访问我这个接口的时候呢 应该是向我去索取一份短信验证码这样一个资源 那所以呢我把这个接口呢叫做get SMS code 这是获取短信验证码 那这样的一个视图函数定义完成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咱们应该把它的路由定义为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呢 应该是api.root 我们去想一下 如果咱们还是按照respo风格这种来定义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这个路径应该还得反出来是一种资源 那我们来看这个资源是什么资源的 是不是短信验证码是资源呀 所以那么把它就叫做SMS code 然后呢对应的 那你现在去想一下 那这个一种请求的这样的一个接口来说 资源是个资源 资源的话那请求的方式呢 应该是get的请求方式吧 也对于说应该是以get的请求方式访问 访问的是api 对应的V1.0里面的SMS code MS code反映的是这样的资源 那在获取这个资源的时候 实际上是获取的是哪一个资源的 是根据这个用户所输入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号 有关系的那样的一个短信验证码资源吧 对吧 应该是跟你的手机号相关的 所以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完全可以就像图片验证码一样 在获取图片验证码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不还要给它一个编号啊 对吧 那短信验证码呢 短信验证码在获取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有一个编号啊 然后呢 就像我们昨天去说过的 那你短信验证码也得跟图片验证码是一样的 我得给你 不仅要返回给你 然后呢 我还得在一个地方保存下来吧 然后之后我才能够拿 然后呢 在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我才能对你进行相对应的交验操作 所以呢 整体上面来说跟图片验证码是类似的 那接下来来看一下 那关于短信验证码 它所对应的那个编号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谁 那我还需要像那个 呃 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图片验证码一样 需要给它生成编号吗 不需要吧 你有了图 你有了短信验证码 那个前提 必须得有手机号 填写上之后才能的 所以就相当于 那手机号 就是它的一个编号了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完全可以怎么做呢 你以盖的请求方式访问 访问这个路径 然后访问的路径呢 是短信的验证码 紧接下来是属于哪个手机号呢 或者说这个短信验证码的ID是多少呢 我就给你放到这儿了 应该是有一个 应该去接受Mobile吧 对吧 所以通过这样方式 来去获取这样的一个资源 再往下去走一下 然后呢 那我们看一下这样的路径 定义完了 也就是说这个路径当中 我要去接受参数了吧 对吧 要去传参了 那传的这个参数的话 应该咱们得使用过滤器了 这个过滤器 手机号来说 在这个Flux是否没有啊 所以那关于手机号的验证器 咱去做这个过滤器 我们之前是不是已经去实现了一个 能够去支持正德的 传入这个正德表达式的过滤器的转换器啊 所以我们直接去搜查 那咱们就直接使用RE 然后呢 加括号的方式 要在这里面去传入那个手机号的表达式 那对应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表达式呢 一 然后呢 应该是三四五七八吧 这几个都是有的 然后呢 杠 D 一共是有九位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冒号后面再跟上的是 我要去提出来的参数名字吧 Mobile 那对应的 这里面也要有参数 好了 就是关于这样一点 这个接口前面的部分定义完了 定义完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那在这个访问 获取短信验证码的接口的时候呢 除了要传递手机号之外 还要需要前端 给我们传递什么样的参数 我们才能完成 还需要传的就是 你得把图片验证码传递给我 以及图片验证码的编号吧 这是我们在上节课 分析图片验证码的时候说过了 你需要把你用户 填写图片验证码 以及对应的编号发送给我 我才能够给你对行的叫烟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是以盖的几个方式 那图片验证码跟它的编号 我应该把这个参数 放到哪个位置上 我们释放到URL当中 然后呢 是以斜线这样 直接放到路径里面呢 还是说是以这个问号 来代表是一个额外的参数呢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前面以及实际上 是不是已经把这个资源反映完全了 而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图片验证码 以及用户填写的 这个相对应的编号呢 只是在获取这个资源的时候的一个参数吧 所以那我们就把它放到后面一问号来进行分割 好那也相当于还要求前面呢 需要你给它给我传一个image code 并且呢还要传一个image code的ID 这是最终的一个访问的一个路径形式吧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式把它定义完了 定义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 还是先来考虑后端的 把后端实践完成之后 再回过后来去想前端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后端当中这个试图呢 在去写的时候呢 还是按照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说过的那样一个套路 也就是说第一步呢 还是要去获取参数 然后呢 我要把用到的参数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第二步进行校验 校验完成之后 才来进行的是业务逻辑处理 在最后呢 要是返回值 这是这样的一基本步骤 然后呢 咱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那首先第一步我要去获取参数了 获取参数当中呢 这个手机号 是不是以上通过这个证则表达式能够提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就直接不用我们再去获取了 然后再要获取参数就是 是图片验证码以及图片验证码的编号吧 咱们去拿一下 那image 扣的 那这个参数从哪来的呢 得从request 我们这个还没有去引入 咱们把request对象引入来 应该是从flask当中 我们再引入一个request 引过来 引过来之后呢 在这里面进行操作 应该是在request对象当中的哪个 应该是args当中吧 args当中往外去拿 它是一个字典呢 所以通过这样的get的方法 尝试的去往外去拿出来一个参数 有一个imagecode 还有一个相对应的图片验证码的编号 request点也是args当中 我往外去拿 imagecode 对应的id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所需要的这三个参数 是不是全了 全了之后再往后去走 再往后走的话 我要开始去教育你的参数了 那在教育参数的时候呢 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图书案例 是一样的 我前端正常情况下 你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应用 往过来的 但是很有可能 它在最终访问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绕过我的前端呀 就像我们自己在测的时候呢 还拿着Postman去测试的吧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这个时候再进行参数 拿过来之后的话 首先第一步 我得去判断一下 这些参数有没有都传 而且呢 如果有些参数有格式的话 还要判断一下 这个参数的格式 是不是正确的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 就得是判断参数 是不是完整的 当前来说 第一个参数 Mobile 如果用户没传的话 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不是就是空的 空的情况下 那这个验证 这个正格表达式的转换器 根本都匹配不成功 也就是说根本就进入不到 这个试图寒传中的吧 所以相当于 这个参数呢 就可以不用交验了 接下来再看一下 这两个单数 是不是必须得交验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判断一下 咱们怎么判断呢 还是用我们之前所写的 if not all 如果这里面呢 都没有完整的情况下 哪个东西呢 image code id 还有image code 如果这两个参数不完整 表示参数 不完整 不完整的话 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根本没有 不要放往下面 往下面接下来去写呀 所以呢 那咱们如果你这两个东西没够传 好了 我根本就不再往下受理了 我要直接给你返回错误信息 咱们还是用阶层当时往回反 那对应的里面的对待的数据呢 还是error number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时候对应的是这个参数不完整错误 在这个定义的返回状态码当中呢 恰好就有参数错误的这样一个状态值 那他对应的是parameter parameter error对应的也是4103 咱们回过来去使用一下 应该对应的是RIT里面的parameter 然后merer message 咱们可以去写一下 这是参数不完整 好 这是关键线点 那这个参数交验完成之后 那相对应的 相对应的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实际上对于这个验证码的 这个编号跟这个值呢 没有一个特殊的格式 所以咱们就不再交验了 而对于手机号呢 正因为是在提取的时候呢 就进行了交验 所以呢 我们也就不用再要 再交验它的格式了 这是关键线点 这个参数也交验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来开始去进行业务逻辑处理了吧 那我们去想一下 在咱们获取短信验证码的 这样的一个接口当中 我们究竟要去做一个 什么样的操作 才能够把这个短信验证码 给它发送出去呢 首先去想一下 我们实际上是不得去 校验一下图片验证码啊 对吧 所以要校验图片验证码的话 首先怎么做 得从后端当中 也就是说从我们之前 保存的ready上中 先把那图片验证码 给取出来吧 对吧 所以就应该是从 ready中 取出 真实的图片验证码 然后呢 这是从ready上中 先取出真实的验证码 取出完之后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呀 是不是就可以去对比了 进行对比 与用户填写的 值 进行对比 然后呢 如果现在说是 对比成功了 对比成功之后 也就意味着说 它填写的图片验证码 是正确的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什么工作 还要做什么工作 咱们实际上 是不是就可以去 生成一个短信验证码给发送了 那你说在这个生成图片验证码 生成短信验证码 并且给它发送之前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额外操作呀 做哪个操作呢 你现在不是要让用户进行注册吗 那有没有可能说 用户所要去注册的手机号 已经存在了 已经被别人注册过了 很有可能的 所以那你说 对于用户手机号的这个校验 它已经注册过的 我是直接给它放到注册的接口呢 还是说在发送短信的时候 我就可以给它进行提示呢 我们实际上是放到越前面越好啊 对于用户的友好度也就越好 所以呢 那咱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在发送短信之前 我先判断一下 手机号是不是已经存在了 如果存在的话 我根本就没有必要 再给你发送短信了 我直接给你提示 你这个手机号就不能再注册了 所以咱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说 用户的这个铁写的值进行对比 然后呢 还要说是去判断一下 手机号是否存在 是否存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判断手机号是否存在之后呢 再往后走 应该就是生成一个 如果说是不存在的情况下 这样就可以生成了 如果手机号不存在 则生成 短信 验证码 生成完短信验证码之后呢 我们再来往下做的话 就可以是发送短信了 那我们看一下 在我生成短信验证码 跟发送短信中间 实际上是否还有一过程 哪一过程 就跟这个图片验证码是一样的 我已经生成完了 我在发送短信之前 实际上为了之后进行校验 我还得把短信验证码给存下来吧 对吧 还有保存 真实的短信验证码 所以就说 这是我们再去实现 这样的一个业务当中 所对的一段业务逻辑 那接下来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一点一点来去实现 首先先来看一下 这是我第一步 需要从Redis当中呢 去拿取一个真实的图片验证码 所以这时候呢 又要进行到Redis操作了 只要进行到这样操作的话 那我们就要去加上一个try 这样的方式 把存取操作 是不是都放到try当中了 因为你进行的是网络连接的操作 所以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那好了 我们现在直接操作Redis Redis当中stop 这是我们的一个连接实例 Redis的存储 在这个存储当中呢 我要去拿了 之前我们说了 咱们保存的时候 是使用的这个字幕传去保存的吧 所以取的时候呢 也使用字幕传的方式往外去取 那对应的取出方式是哪个 是get吧 get方式我往外拿 那对应的 我们存的时候呢 叫做imagecode加上一个编号 那我在这里面实际上 也就是对应的是 imagecode的一个前缀 再把你传送过来 这个编号 是不是拿过来啊 好 这次我要去取这个值 那取出来这个值的话 那正常情况下 是不是跟我反回出来的 就是真实的一个imagecode 就是真实的那样的imagecode 好 这是关于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面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所以呢 我们也去补获一下异常 那应该是 卡通APP当中 我还得去记录一下日志 logger.error 记录一下日志之后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从再去取这样的段 图片验证码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问题 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的话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跟 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比了 所以那我干脆 这里面呢 也没有办法再给你往下发送了 所以咱们就可以直接 给它返回信息 再返回的error number对应的rit当中 rit当中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正好有一个数据库的错误 所以db error 而redis就是数据库 咱们去取它 rit当中的db error 代表对应的error message 也是redis数据库以偿 好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这一点写完成之后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往下说 那你说这时候的 这个real image code 这个返回值 它一定真的有吗 刚才我在去存取redis的时候呢 往往去取值 redis本身发生的异常 我已经复化完了 复化完之后 如果我再去读取redis 这样的一个值的时候 没有发生异常 没有发生异常的话 那你说最终这个返回值 一定存在吗 不一定吧 原因在哪 原因在于我们之前 在去保存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给它设置过 有效期啊 对吧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你这时候再去取值的时候 很有可能对应的 这个图片印证码的编号的 那个值 在redis当中已经过期了 一旦过期的话 你要知道 过期它并不是以异常的方式 来给我们抛出来的 就相当于 在redis当中 如果暂时已经没有 这个对应的记录的话 那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给我们返回的这个值 是以难的方式来返回我们 所以就说 如果有值 它返回来 就把那个值返回过我们 如果没有值 返回的是难 所以呢 这点大家是需要清楚的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对比之前 实际上还得判断一下 这个值是不存在吧 对吧 判断 图片 验证 码是否 过期 好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是过期的话 也就是说 if real 如果真实的 这个图片验证码 我在拿出来之后 它什么东西呢 如果它是难 表示过期 图片 验证码 没有 或者过期 所以 那没有 或者说 就意思说 本身这个image code 本身就不存在 或者说是原先存在的 但是现在已经code了 已经过期了 那我无所谓 通通的我都认为你是过期了 如果是过期的话 那我接下来也没有办法进行对比 所以呢 咱们还是要给它去返回一个相对应的错误信息 error 对应的 RIT当中 我可以做什么东西呢 现在是不是相当于没取出来数据呀 没取出来数据的话 那相对应的 我们在这个RIT当中也是有的 有个东西叫做 这个nodator 没有数据 所以我们就把它拿这个东西来 对应的 RIT当中 没有数据 对应的error message 我们就可以认为呢 是图片 验证码 失效 好 这时候呢 也判断完了 这时候判断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走的时候呢 就可以进行相对应对比了吧 如果说现在图片验证码也不是n 就代表它是存在的 它是存在的话 就要跟真实的用户的这个值 进行相对应的判断操作了 那我们判断的时候呢 咱们怎么操作呢 一个是对应的是 当真实的real image code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 用户填写的这个code吧 就是说 用户填写的image code 这两个值 我要进行相对应的对比操作了 那在进行相对应的对比操作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用户在这里面填写的时候呢 是大小写混写的 很有可能吧 而我最终在保存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一个保存方式啊 我为了比较 值比较值 而不比较大小写的话 我们是不是得给它统一一个合适啊 比如说咱们要不然统一大写 要不然统一小写 比如说如果我给它统一小写呢 那应该是lower吧 lower 把它转换成小写 那用户传送过来的呢 我也给你转换成小写 从头的全转换成小写之后 我再来进行对比就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这两个值不相等 不相等也就意味着用户肯定是填写错误了吧 这里面表示用户填写错误 所以如果用户填写错误的话 那好了 又战表有问题 我就直接往违反了 error number 对应的是你填写的 要不然这里面我们可以使用哪个呢 要不然是那个parameter error 要不然是data error 这也可以啊 数据错误 你填写的有问题 error message 图片验证码错误 图片验证码错误 好这是关于这点 那这一点也降业完成之后 那现在就相当于用户所填写的这个短信验证码 图片验证码是不是已经正确了 正确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咱们再来往下走 就可以去判断一下 这个手记号到底是不是存在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去判断手记号是不是存在呢 我们去想一下 我们之前已经把用户的模型类的那张表 user这张表是不是已经建完了 建完成之后 在用户的这个信息表里面 就有一个手记号吧 如果你已经存在的情况下 我在这张表里面一查数据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相当于我在那里面去查 如果有数据就代表这个存在 如果没有 那就代表并没有这样的数据值 所以那我们回过出来 咱们就得进行数据库的查询操作了 所以呢我们首先先把谁呢 先把DB引入过来 那DB呢也是咱们之前放到了 iHome的init文件里面 在iHome的init文件当中 是存在着这样一个DB的 所以呢从iHome当中 咱们把它去引入一下DB 除了它呢我们还得去引入一个什么东西 还得去引入模型类吧 从哪呢 从这个iHome当中 我们看一下模型类是在哪呢 是在iHome整体这里面有一个Models 在iHome.models当中 引入用户的那个模型类 我们把它叫做的user 这样的一个类名 所以引入这个user 把它引过来 引过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进行刹询操作了 在这里面进行查询操作的话 还有没有用选项 有几种方式 有两种方式吧 一种是直接通过user.forate的方法 是往外查呀 然后呢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DB.session 把这个用户的这个user类传过来 再往后进行过滤吧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那么比如说 咱们就去用用跟这个 张国鹏类似的 以这个类名的方式 user.forate 再进行过滤的话 我们应该选用哪个条件来过滤呢 我们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咱们应该去使用哪个 我现在要对比的是 用户的这个手机号吧 所以我在这里面 可以写是哪个东西 是filter还是filterby 两个东西是不是都可以啊 那简写的话就是 直接是filterby吧 filterby的方法 就是说相当于 我让这个 对应的类里面的 这个mobile字段 跟谁呢 跟传入进来的这个mobile 是做对比啊 如果说这 查他 如果看一下 看表彰中 有没有存在的 这样一条记录的值 所以呢 现在我看一下 如果正常存在的话 那这条记录返回值 是不是也应该是 只有一条啊 要么只有一条 要么就没有 所以呢 咱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forst frst 来进行获取 获取来之后呢 这时候呢 会给我返回出来 一个对象吧 所以就是关键圈了 那返回这个对象之后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看 这个时候 如果说数据库当中存在的话 那user 是那个具体对象 如果说 在数据库当中 不存在这个 手机号是消息录 那返回出来的 这个user的 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值 还有没印象 我们之前 是不是跟大家去讲过呀 在你的jango当中 如果获取单条记录 单条记录又不存在 它会给你抛出一堂 在flask circlealchemy当中 如果获取单条记录 单条记录不存在 不会抛出一堂 而是返回 给我们一个nan吧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nan 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user的 这个变量呢 它不是nan is notnan 不是nan 是不是代表存在呀 表示手机号已存在 如果已存在的话 那我可以就直接 给它返回期间终止了吧 所以咱们就可以 直接终止了 error number 所以呢 it当中 这相当于是data已经存在了 在it里面也有叫做data exist 所以把它拿过来 data exist error message 这里面对应的是 用户手机号已注册 手机号已存在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我通过这样方式呢 就已经给你判断完了 判断完了之后 实际上就可以再往下走了 如果没有返回 代表这个手机号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user是nan的 我就可以继续往下走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刚才第13行的这一部分 我进行到数据库啥群的吧 有没有跟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实际上是不是也有可能跟redis一样 也进行连接 连接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啊 所以对于数据库的这个操作 我们也要把那个try给补上 好 我们在这里面也要给你补上 好 我们把它补上之后 那接下来咱们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如果这些球出现问题 首先我们还要去记录一下日志 把这个错误信息给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之后 这时候我们再来去看一眼 关于我在去查询用户手机号的 这个地方 如果操作数据库出现了问题 我们需要提前返回 给它一个错误信息提示吗 去想一下 如果在这里面 我去判断用户手机号的数据库 查询操作出现了异常 我需不需要提前终止呢 这点关于在哪 就关于在于说 这个地方的错误 是不是致命性的错误 你想一下 如果说这个地方 我在查询数据库的时候 出现了问题 我没有办法判断 这个用户的手机号 或者说用户有没有注册过 那你去想一下 我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 我是假定他没注册过 还是假定他注册过 是不是应该是 尽量的是假定他没注册过呀 原因在于哪 原因本来用户手机号 真的没有注册过 只不过我在这个地方 加上这段逻辑的时候呢 是想提前给他提示 只不过说这个需求 我没有办法给提前提示了 我在进行给你付出 这样提示信息的时候呢 数据库出现问题了 数据库出现问题的话 那我现在就应该去 假使这个用户真的没有注册过 我还给你发送短信 因为我就想了 如果你真的没有注册过呢 如果你真的没有注册过 我又不给你发送短信 我相当于会浪失了一份用户 所以呢 基于此的话 我不想浪费你 我就假使你从来没有注册过 我还是给你发送短信 那接下来 这个地方出现问题的话 我在注册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会 再对手机号再次验证啊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才做最真实的 最根本 最终的那个验证 所以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个地方只是说 对于用户的友好度来说 我提前先来给你做 如果提前做不了的话 那我也不影响正常的业务逻辑 我的正常业务逻辑呢 就是给你发送短信 所以呢 我现在判断不了 你手机号从不存在 那我就直接给你发送短信了 关于这样一点 所以那就相当于 如果在这个地方 数据库出现了问题的话 我们就不再去体检返回了 只把这个错误信息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之后 那我接下来就可以往下去走了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在这个地方走的时候呢 咱们这个地方底下 还要直接就要用到优色对象吧 那说优色对象能够存在的一个 就优色这个变量 能够存在的一个前提 是说没有发生异常吧 如果发生异常的话 相当于右面的一句话发生异常了 而优色变量还没有产生过 所以呢 那很有可能这里面就没有 那我们在这里面怎么写啊 else吧 对吧 这个语法应该见过吧 所以就相当于 这个地方如果发生异常 就到这 如果说呢 没有发生异常的话 我再来判断一下 user是不是 已经有存在的一个对象 如果存在对象呢 我就给你返回 如果没有存在对象的话 最终我再来往下走 就相当于 无论是 else 跟except 只要没返回 是不是都进去到这了 就到这个地方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去往下走 我现在呢 相当于手机号是不存在 我可以去生成一个短期验证码吧 短期验证码 那短期验证码的话 咱们可以怎么生成啊 咱们想生成的应该是几位数字吧 比如说就生成六位数字 生成这个六位数字的话 应该怎么去生成呢 实际上是不是使用的是随机数啊 随机数还有印象吗 怎么去写 好 我们现在呢 应该是导入的是random吧 咱们看一下 导入import random 导入它 在random这个模块当中呢 有一个什么方法 random int吧 去做整数 现在呢 我想出现六位的整数 可以怎么去写 六位整数的话 如果说我想 大家可以去写的话 应该是最小的话 是不是可以 怎么去保证六位数呢 你可以是15个0 然后呢 一直到6个98 对吧 六位数 就相当于它产生的是 这少了 少了一个0 通过这样的方式 是否能够保证啊 那如果说 我现在呢 就想让它 再去写的时候呢 从0开始 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吧 你也会见到 有些验证码当中 第一位是0吧 所以如果去想这样 去做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有没有可能 产出来的数字是 当前就正好 你看一下 出现的是五位数啊 那这时候 如何保证它是六位呢 那前面再 前面再加上 从哪儿到哪儿是吗 我们现在可以使用一个 字符串的格式化操作 来进操作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说了 字符串的时候 是百分号D 是不是代表整数啊 然后我后面再 我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也就是说 百分号D 是一个整数 然后我把这个返回值 放到这儿 在这个百分号D当中 我还可以再加东西 加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 6D就代表 我最终要去显示 至少是六位 然后呢 如果不够六位的话 在前面符临 所以就百分号 06D 百分号06D的意思 就相当于 它能够帮我补临 保证最基本 有六位 所以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哎呦 那么巧 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009296 所以呢 这是关于这样的方式 去利用 所以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给大家去提一下 关于字符串格式化的话 还有更进一步的控制 所以这一点要记录 好 我把它去导入一下 Random 把它导入 导入过来之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 进行相对应的操作了 这是我去生成出来的 一个短信验证码 比如说把它叫做 SMS Code 好到这 好 这是生成了一个 六位的整数 六位整数 生成完成之后 然后呢 那我们说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去 先保存一个 把这个值保存下来 然后呢 我再给你擦送了 对吧 所以我们要去保存 真实的这个 短信验证码 保存真实的短信验证码的话 咱们又得往哪保存呀 是不是还是放到 Rid当中啊 这跟图片验证码 是相同的道理 所以呢 咱们还来得去 try一下 然后呢 Ridist Start当中 我要去保存了 这时候保存的话 那你说 我在Rid当中 应该选择 什么样的类型来保存 这点考虑 三七号了是吗 现在呢 好了吗 那么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时候呢 我在保存真实的 这个短信验证码的时候呢 咱们应该选择 Rid当中的 哪一种类型呢 这一点的思考 跟之前讲的 这个图片验证码 是不一模一样的呀 我还是得来控制 你单条记录有效期吧 因为短信验证码 也不是发送完你之后了 一年之内 你都可以行交验的 它也是有有效期的 所以在这里面考虑就说呢 那咱们还是给它单条来存储 单条来存储的话 我实际上是不是还可以去用 四不算的也行啊 对吧 咱们还是直接去用了 SET EX 我直接开给你吃的有效期 好了 我给你保存的记录的名字 要什么东西呢 咱们把它叫做SMCode 这是短信验证码 再把编号拼进来吧 编号是谁 手机号吧 所以咱们把手机号拿过来 版本号 Mobile 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这个Mobile呢 是我们在一开始提计参数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参数 接下来还看一下 第二参数是不是要去设置它的有效期啊 好了 那有效期呢 也是相同道理 还是常量 我们还要放到这个concern当中来 还要放到这里面 放到这里面来看一下 那这是短信验证码 验证码 Redis有效期 那当中它的这个东西 一般来说是多少时间呀 你要注意 在这个地方呢 是有两个 一个是说 在用户能够看到的这个60秒 这个60秒代表trace 不代表发给你短信的有效7060秒 而是说 你如果想再发送短信的话 60秒之后再发送 是这个东西吧 而我们现在说 一旦把短信验证码发送给你之后 你可以在多长时间之内 贴写过来 点击注册 我给你进一个校验吧 我们现在要保存的是这样的值 一般来说大概是五分钟吧 几分钟 一般是五分钟吧 咱们就可以了五分钟吧 三百秒 好 放到这 我们给你放到这里面之后 然后呢 应该是从长量 consens当中 往外去拿 短信验证码 ret当中能保存的有效期 保存完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再往后走呢 应该对应的是 那个真实的数据值了 那数据值呢 刚刚已经生成好 smscode拿过来 好 这是我给它保存 保存完了之后呢 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好了 我还要去 去补货一下一场 再来记录一下日志信息 logger 记录一下 记录一下之后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这时候在保存的时候 出现问题呢 这就是致命性的了吧 我保存都存不下来了 那我接下来 在给你验证的时候 还有意义吗 是不是永远都失败的 所以在这里面 保存都失败的话 我就没必要给你 擦出一本信了 咱们直接就往回犯了 因为已经做不了任何工作了 所以现在直接 IT当中又是数据库 出现问题 db error message 我们可以去写一下 保存 然后呢 短信验证码一场 好 这是关系阵列 接下来再看一下 如果这时候保存成功 那我实际上 就可以真实的 去发送短信了呀 对吧 发送短信的话 我们在上节课的时候 是不是也给它 进行了一下封装 放到了这个Labs 云通讯当中的 SMS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给它封装了这么一个CCP的类吧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只要它掉了它就可以了 咱们回过出来 我得先去把它导入进来 咱们怎么导入呢 在哪呢 在这个Bram iHome当中的Labs 这里面有Labs当中的云通讯 里面的SMS 导入一下CCP那个类吧 把它导入 导入完成之后呢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去发送短信了 首先发送短信的话 我们得去刷入那个类的对象 CCP 等于这个东西 好 这时候拿到一个对象之后 接下来我调用里面的方法吧 咱们封装的方法呢 叫做 SendTemplate SMS吧 把它拿过来 CCP当中的这个方法往外去发送 我们这个方法当中要接入参数 发给谁 模板里面的数据 以及模板编号吧 所以咱们直接去写一下 发给谁呢 手机号是不是已经传过来的呀 对吧 然后呢 接下来数据了 这个数据还有没有印象呢 我们说了这个数据当中的 第一个位置对应的是转型验证码 第二位置对应的是那个有效期吧 所以咱们回过来 还是以类表的方式来传 第一个是验证码 那SMS Code放到这了 第二个对应的是有效期 那这个有效期的话 还有没有印象 模板里面是单位是多少 模板里面是几分钟有效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也设置了有效期 只不过是有效期 咱们保存的时候 这个东西保存的是秒吧 所以我在给你传的时候呢 咱们还得给你去做一下转换 转换的话就相当于 我可以直接用什么东西呢 SMS Code 就是常量当中的 跟Sense里面的SMS Code 这个值 我可以给 可不可以给你直接除以60 拿出来就是分钟了吧 咱们再给你去 比如说 转换一下整形 好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看一下 再往后走的话 两个值都有了 最后一个值就模板iG吧 模板iG的值呢 现在就是固定的 就是1了 所以咱们就给放到这了 好了 这是关于发送短信了 这个发送短信 写到这之后 然后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封装的这个方法当中 实际上是不还有返回值了 对吧 有这个返回值 如果发送成功 我们所封装的这个方法的 返回值会返回0 然后呢 如果发送出败 反复复1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实际上是发现 去接触一下返回值啊 比如说我发带就叫result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已经判断了 如果说result这个值 它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说它是等 比如说它等于什么东西呢 如果它是等于0的情况下 表示发送成功吧 对吧 发送成功 所以我们不会在这里面 是不是会可以直接返回来啊 return 然后呢 error number 对应的是 ret当中 那当前一旦发送成功之后 咱们整个这段逻辑 是不是写来了呀 这已经是最后一步了 所以呢 里面的ok 是代表成功的 error message呢 对应的是 发送成功 那 然后紧接下来 else 如果不是0 是不是代表发送失败呀 所以咱们直接 return 当中的 error number it里面的 出现了问题 那么先来看一下 咱们去使用的 哪个问题呢 在这里面 如果发送失败的话 咱们使用的是 云通信的第三方吧 所以看一下 实际上这么里 是不是有个第三方的错误啊 sear的error吧 是它帮助我们 发送短信的时候呢 出现了问题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 就选用这个方式 第三方的系统 出现了问题 所以return 里面的sear的error error message 对应的 就是发送失败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还有 对应的 这个返回值呢 就是刚才咱们写的 直接给它放到这 那你现在看一下 这样的基本流程 是不是写完了 但是我们现在去说一下 刚才在这个地方 send template 的sms这个error 这样的send template 的sms 这样的短信 这是我们封装的吧 咱们封装的这个过程当中 里面是不是掉了 是云通讯的 那样的一个过程啊 它在跟云通讯通讯的时候 进行了网纳连接吧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抛出一场啊 有可能吧 所以有可能的时候 如果我在这里面 直接去掉的时候呢 没有补货一场 它要抛出一场的话 是不是整个就崩溃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掉第三方服务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去补货一下一场呀 这个明白什么意思吗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只要掉第三方 我没有办法它控制的 它写的sdk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所以呢 通通的所以一场 我也得给你去补货一下 然后呢 我还得去记录一下日志信息 logger.error 好 再来看一下 那这时候呢 如果在这地方出现一场的话 是不是根本就 底下没有办法判断了呀 所以直接 也是 第三方的错误信息 sd.error 然后呢 而且是发送异常 好 补账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后端的一个逻辑 就写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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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